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拉两个标志过来 同样的条件都是在启动成功输出以后 中冷风机才可以控制 启动成功输出以后加一个测量量 选择ACU进气口温度 比较浮选择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65摄氏度 点击确定 输出一个至1的标志 把这个标志改成3 标志3-1指可编程输出口3B核输出 然后同样下拉一个标志 选择第43项启动成功输出 点击确定 关联测量量ACU进气口温度 小于63摄氏度 点击确定 下拉一个至0的标志 把标志改成标志3 点击确定 接下来还是要下拉一个条件 启动成功输出 点击确定 添加一个测量量 大于等于45摄氏度 这个是关联SU进气口温度 设置为45摄氏度 点击确定 然后下拉一个至1的标志 标志改为标志4 标志4就是可编程输出口4 标志1就是可编程输出口4B核 同样再下拉一个标志 同样再下拉一个标志 输出口还是43向启动成功输出 点击确定 然后加一个测量量 关联SU进气口温度 小于43摄氏度 点击确定 做一个至0的标志 至0的标志就是断开 就是输出口4断开 PLC逻辑做完以后 查看一下对应的 可编程输出口3和可编程输出口4 就是PLC Flag3和PLC Flag4 这样PLC逻辑就编写完成 编写完成以后 需要通过测试软件上面的写配置 点击写配置 选择写入同步校准和写入PLC使能 点击确定 等待测试软件和控制器将配置写入 这样就完成了PLC的逻辑设置和编辑 这样就可以用来控制风机了 点击确定 PLC就编写完成 这次通过一个案例 为大家讲解了PLC的编写方法 大家在以后的项目当中 如果遇到一些特殊应用 都可以通过PLC完成 下面是现场照片 欢迎随时拨打400伏热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